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对很多吃货来讲端午节我们想到的就是粽子 所以今天很多人争执点是在于到底南部粽好吃还是北部粽好吃 但我实在是我想到的是台独也过端午节吗 好像是台独吃粽子也吃得很开心吗 好像是那你过我们中国人的节吃我们中国人粽子 可是不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分裂的奇葩 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台独可以继续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是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够努力吧 我们没有真正的为了彰显我们中国未来 我们要走向复兴 跟台独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台独成功就证明我们中国人的失败 台独成功就推翻了中国的存在 台独成功台湾就不是中国的 那中国还怎么复兴呢 中国复兴崛起之路 路上很多路障 列强不会希望中国崛起 最近德国居然也决定要派个军舰 千里迢迢从欧洲 晃啊晃啊晃啊晃 要来走过这个台湾海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德国的军舰跟我们台湾海峡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啊他要在法国人的面前 要表示自己要秀肌肉 然后他也要向美国交心表态 所以好笑吧 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台湾海峡 列强纷纷要来这里秀muscle 要来走台步干嘛呢 大家都想要借着打中国 然后向别人叫正 这就是世界上的一个现实 你不强别人就打着你玩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庄奇名 台北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本午节平安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 大家好 五月五庆端午 然后当然了 要华龙舟 要吃粽子 那是为了传说啦 很多传说要避免鱼虾吃掉 去苑的尸体 把竹叶包着糯米饭投入 江中 保持去苑尸体的完整 那另外一个是 吴子虚的忌日 传说吴子虚 罚楚后 然后就被杀了 那次吴子虚自杀之后 并且在五月五日把尸体投入 江中 所以呢 后人们就在端午节 祭祀吴子虚 那端午节还要喝熊王酒 一不小心喝了熊王酒以后呢 白娘子就会露出了真面目 要挂艾草 要配香包 打五十水 既在中午要立起来 这个身为台独 可是过着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 过得蛮乐的 小平兄 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你身边一定很多台独的朋友 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如何 精神状态如何 第一个民以食为天 不吃粽子肚子饿 第二个 而且粽子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很悲 就是这四千年跟四百年的战争 我们历史上说叫断代史 谁说台湾历史只能谈四百年 这是台独的说法 我们的说法是四千年以上的 远远流长的 从皇帝次有以来 对不对 从北京人以来 那我那个更早 可能就五十万年 对啊 我讲血统 我讲历史就是开始有记录 对 然后结成祭祀开始有四五千年 皇帝对 就是鼠典望族嘛 就是一个字就一句话就形容完了 这些台独的人 其实小孩台独跟大人不一样 大人受到了日本统治 因为就认为他还在怀念日本 这是最可怕的 皇民式的日本式天皇式的台独 这是无法改变的 他明明知道他血源就不是日本啊 他知道 可是情感上 已经完全被洗脑了 他们可能日本天皇这个如果过世 或是日本首相或是下台过世 他都很悲伤 可是那个只有一小错 很小很小 很小错 那个日据时代的高级台湾人 对 然后我到 我到那个龙山寺拜票是我的选区嘛 那我戴中小明的帽子 中小明戴中小明的帽子 他就把你帽子打掉 他就把你帽子打掉 真的吗 真的当然 他丢石头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不相信 真的是 我可能对抗 因为我比较深懒的形象 对抗性强一点 他真的就这么蛮横会伤害人的 可是我们 我遇过台独坐捷运的时候 对着我 直接对着我 吐口水 骂我是台奸 对 我遇过是这样的 他们对我丢石头 然后骂把你帽子打掉 要追杀 对对 真的 那个时候在梯台 在录影的时候 那时候气氛很火爆的时候 晚上去录影的时候 他们就在路口 巷口那边 然后一堆人 五六十个人 拿着刀要杀 他不是真的要杀你 那为什么最后的动作要杀你 因为有国家机器在动员他们 中国人仍然得而诸之 所以他们有这样 挺而周全的行为 这是一小撮 可是更大的事 再回到马英九 再回到克刚 你根本就没有扭转形式 他用国家机器 搞了二三十年的台独 所以变成现在年轻人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是最大的危机 他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当外省第三代 一大堆人上太阳花游行的时候 那是非常大的危机 他从根都把你拔掉 今天谈什么族群融合 他这样干 是把国家不是消灭 外省是消灭四千年的文化 所以真的要这次 不管是郭不敢喊 但我这次喊 选上真的要扭转形式 拨乱反正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费委员 就是三十岁以下的台湾人 年轻人 其实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其实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事实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都已经在大陆工作了 可是那个心态调不回来 就是国书认同 他从小就被洗脑以后 真的很难 怎么办呢我们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也不觉得完全都是这个样子 不用这么悲观 真的不需要那么悲观 这个很多的 因为我的小儿子还小 我才二十四五岁 他的同学里面 我觉得有的人是 如同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想法 也有很多 现在透过网路 尤其是大陆的连续剧 大陆连续剧 你看现在就演很多的历史故事 看多了 大家还是会想到说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 现在现阶段 两岸的 这个好像有敌对的关系 才产生在对峙 我觉得这个倒是需要我们来正视 两岸还是需要交流 最后 最后而且两岸离得那么近 台湾如果搬到新加坡去 也许都会越来越 新加坡有很多的华人 他们不认为 他们不认为他跟大陆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认为他是华人 同样的道理 在新加坡很多的华人 他会讲米南语 他也过我们中国人的节 这个在骨子里 他还是会认为他是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当然 当然在我们的很多的 看执政者的执政者 如果硬要去 硬要从历史文化给你切割 久而久之 当然有可能会朝那个方向来做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中国的文化 对现在在台湾的中国人 我是觉得是一个资产 我们让这个资产让他体会到以后 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国人对祖先的那种不忘本 我想还是我们的优势 那台湾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95%以上的人都觉得都知道 口头禅都是讲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现在大家都是讲我们中 不我们台湾人 赶快自我纠正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几十年来 从李登辉开始 第一个 然后再来民进党 一贯的长期的 不断的从用公权力 用教育 媒体 不断的洗脑 不断的告诉你 我们是台湾人 不断的讲 每天讲 讲一百次 你听到一千次 你周围的人都这样讲 你就会自我纠正 觉得说 哦我不能讲我这中国人 我就是台湾人 这就是一种自我纠正 然后跟中国文化疏离的一种现象 可是砍不掉 但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 他们要继续的走台独 文化台独 教育台独 要继续拿到公权力 继续干下去 那现在民进党的初选 已经到最后一个礼拜的关头了 下个礼拜就要做民调 一直没有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 蔡英文的苏贞昌表态了 我也特别要恳请国人同胞 给蔡总统多一点时间 让他为国家做出好成绩 秦德兄做台南市长 也是做两届 你看地方的县市长 都必须要有两届的时间来做事 总统领导国家心格更是重大 更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苏贞昌终于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讲话 然后听蔡英文 要说要做两届 你自己赖兴德你也是做两届 然后蔡英文在旁边一直顶头 面带微笑点头 讲给蔡英文听 民进党初选的时候 不是已经进入倒数的阶段 已经不能够有任何选举初选的新闻 明天 今天最后一天 因为蔡英文就我所知 她的民调跟赖清德相互纠缠 所以她最近几天频频动员 我们可以看得到 谢系 郑国会 这一些失败者联盟都要组合起来了 就差一个苏系 那这个行政院长既然是蔡英文任命的 苏贞昌又想要继续做下去 所以苏谢郑国会 郑国会是前天表态的 前天表态的 然后谢系就不用讲了 那苏系到最后一天表态 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蔡英文已经把这些派系给整合好了 那蔡英文把这些派系整合好 据我所知 跟礼拜二的时候 她在阳明山跟赖清德 在整个会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欢而散 那这一场会 今天可以公开了 就是因此把他们两个人统统找来 看能不能劝和 但是呢 只劝成的一件事情 民调50% 手机民调50% 只有这样子 所以呢 当明天要进行 星期六要进行政策辩论会 前 对不对 蔡英文就要逼着各个派系表态 不然的话 一旦政策发表会 马上进入民调 这里面民进党担心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两个人的民调都相差无几的话 怎么办 好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两个人的民调 跟韩国瑜或者国民党 其他人比了起来 也相差无几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民进党的分裂 这场大戏我们就等着看好了 来听听看蔡英文说话 挑战现任的总统 是比较少有的现象 所以很多的支持者 也觉得有一些 不适应 一加一还是大于二的 是一个我从头到尾的主张 蔡英文说很多智者很不适应 我觉得最不适应的是他 对啊 而且我觉得苏仁川刚讲那个话 真是无耻至极 一个号称民主进步党 第二次担任行政院长的人 居然讲说一定要给他担两任 那如果按照这个规定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县长当选的时候 都一次当两任 都不用改选了 一次任期八年 或者民进党的党内的初选的制度 是不是都改过 就是谁当选第一任 第二任就不用再初选 就是他 对 你有本事干脆就这样做 对不对 而且你不要忘记你失败者联盟里面的交通部长 林嘉隆是只有一任的台龙市长 就被台龙市民淘汰掉的 你不要忘记了 你自己对啊 炎油再尔 你自己想要再回国担任第三度的 我们新北市 我们也把他把你淘汰掉 所以我觉得权力的春耀 真是令人迷惑 我觉得非常悲哀 第二点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真的是非常没有民主风度 我本来一直认为就说 他会被赖清德最后逼到说 好那我也从善如流 如果我初选输 我也可以支持你赖清德 可是这一句话 我们议文打拳讲过几次了 讲过几集了 讲过几百遍了 而且记者不断的问他 媒体也不断的写这一段 他不说就是不说 他最多就说 那我们就根据民进党最后的 我们的长期来的一个总体的经验 这个输的帮赢的怎么样 他就是不讲说他会输 他讲说他一定会赢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的独夫的心态 其实独裁的心态是很重的 所以今天这样的人来治理民进党 其实是民进党的灾难 赖清德看出来这个败笔 但是唯一赖清德自己的弱势 就是说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民进党灾难 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加入他的团队 去当他的行政院长 被他利用了一年多 以至于今天好坏不分 他治国失败 你自己也有责任 第二个就是说 蔡英文这样一个心态 来治理我们中华民国 未来的四年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有任何的好处吗 而且擦脂抹粉 明明全世界的中美贸易 各国都插在蛋 每个人都当作是自己的经济风暴 或世界全球风暴 只有他说这是对台湾最好的 那你相信吗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英国 德国每个国家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现在都插在蛋 大家都非常非常担心 只有他擦脂抹粉 不是他不清楚 一切的一切只因为他先过总统初选这一关 他无论如何要不择手段赢过这一关 所以我再重申一次 只要他内部的统一母体的民调 不必采样 不必作弊的话 我不认为赖清德会输 我的观点跟董哥一直长起来观点 就是从明天的观点来讲 我到处跟 而且连私底下我们上节目的民党立委 私底下都说 我问他们说 到底是谁出来选总统 你们比较好选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民党立委跟我讲说 蔡英文出来我们比较好选 每一个都说赖清德出来我们比较好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才讲嘛 说全党都在淘汰一个人 全党都在捧一个蔡英文 这个政党已经没有是非 这个政党已经没有民主了 但是那些告诉郁升兄的民党立委呢 都只敢在镜头外面偷偷说 绝对不敢在镜头前面说 赖清德出来我们比较好选 董哥我们来听听看赖清德怎么说 民党最强的组合就是推派我出马 代表民党打明年的选战 我来找一个理想的候选人来一起打拼 明天下午刚好有两场跟政治非常狂热的 一个是蔡英文跟赖清德要证件发表会 两点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花年的东大人也有一场 寒流 到底明星士气到底是怎么样 大家只要看接下来的电视的收视率哪一边强就知道了 老百姓关心的是哪一边 到时候就知道 这个和我们也没关系 但是大家来看看 那今天为什么 蔡英文跟赖清德这一场到明天算是一个起点 为什么拖那么久 他们本来4月10号就要民调 白嘴黑字公布的啊 是啊 那因为蔡英文知道自己那时候民调输很多嘛 他甚至不到赖清德的一半 所以他就借着那个时间 然后用他的意用的中常会 意用的中职会 然后一直把时间一直延后一直延后 所以整个民进党的初选从公告到明天开始电视证件会 他已经修改十几次了 就是说完全为他一个人来射箭化吧 那这种不要脸的做法 当然我们在节目提醒很多次 如果民进党最后蔡英文出现 他是要用在总统大选 就明年1月11 之前李建勇会用很多招数 来让蔡英文有利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招式就是什么 就是他要把公投跟大选 本来现在法律规定说 全国性的公投一定要绑大选 应绑大选 那也是民进党一直长期来 要的 然后现在改成德 那就变成是他喜欢的公投就绑大选 他不喜欢的公投就不要绑大选 这样就可以呼唤自己的选民出来投票 然后让泛男的选民不要出来投票 第一招已经出来了 那蔡英文跟赖清德这一场 各位朋友其实很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他用了多少政府的资源 你现在如果到某些部会的网页 把它打开看 上面都是蔡英文的照片你知道吗 就这个人已经 他那照片已经泛滥到 都想很恶心都想吐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什么都要参与咖 包括林志玲嫁给日本人 他也出来讲话 他说台湾台湾男人要争气啊 林志玲嫁给日本人对不起 我是一个有点狭隘的人 我心里有一点感觉 可是蔡英文说在讲什么话 干他什么事啊 可以可以正一点版面 趁人家的热度 趁人家的热度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 那如果中华民国的资源在他手上 他怎么会不用呢 他通通用嘛 那用当然用这些资源去喂养各拍戏 所以每个拍戏每个拍戏就出来了 那苏贞昌 苏贞昌是该出手就出手 这个时候出来挺 他等于说获得最多 行政院长 你看他光这几个月 公营银行行库 这个费红太委员最清楚 苏贞昌拦止了多少公营行库 把人家任期没到通通通逼走 拍戏不一样逼走 赖清德的人马赶走 真的就是这样 连中油的代签 养腰和博士都被赶走 才当多久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 吃相难看的嘴脸 就在这次出现 教授 这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能捞就捞了 这个就明显了 利用最后这个时机 把国家就是我家 国家的资源就是我的资源 所以我们再回来回来看 我呼吁大家的意见 去年1.124 县市场选举的时候 请问各位 有哪个县市场旁边挂差英文 大部分都是赖清德 包括县市议员也是一样 因为赖清德的形象 比怎么样 比蔡英文好 当初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立委都挂蔡英文 你的形象好的时候 支持率好的时候 当然挂你 你形象差异的掉下来 所以当然立委员会希望说 赖清德出来选 至少召未来基层的选票 会比较强 那这次苏政参会出来 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其实蔡英文透过他整个执政的权力 我们讲过嘛 第一个党主席先拿到嘛 卓龙泰对那个游云龙嘛 他先拿到党机器嘛 再来慢慢慢慢一步的 透过赖清德要选的时候 中职会他整个全部都规划好了嘛 那赖清德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规划了 因为他比较没有资源嘛 所以在选举助选截止日之前 前两天李远哲出来嘛 再来讲他台独尽孙的 顾宽明出来 就是要在民调前维持热度嘛 那苏政参都是规划好的啦 最后一天出来 前一阵子新潮流的国会副议长出来 对不对 蔡其昌出来 然后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出来 对对他就一步一步排到今天嘛 只是他是国家机器他比较大 他说国家机器没有介入选举 可是明天截止之后呢 赖清德已经不能够有任何进行活动 可是蔡英文可以到处跑 继续走继续有曝光 对他就用国家机器嘛 对啊 所以相对比较起来 赖清德还是比较有风度的 当蔡英文出国访问的时候 他停止任何活动 他会不会太老实了 请广告 我认为停止挑衅 他从拉台被变朝天交 我拉到你 习近平受不了 我只能忍不住动 那我再更反击 他一定会造成台海的冲突 让美国的势力介入 美国势力介入 老共就一定抓狂 因为抓狂才有停止选举的机会 因为老共不抓狂 习近平会下台 所以教授 现在民进党初选如火如荼 然后现在其实六月中的时候 福建有一个海峡论坛 这办了17年好像了 那过去都相安无事都可以办 就两岸你多一点交流没有错嘛 可是陆委会现在他不准中央级的官员去 然后他说我不乐见地方的官员去 然后我警告台湾的个人跟民间团体不要去 然后呢还下一步禁止他的分支活动来台湾办 他在干嘛 我听了有点害怕 这哪一周 我听了有点害怕 因为我要去 我被警告了 不但要去他们叫我发表论文了 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这个发表论文的论文 不用回来了 出不去了 不是出不去就是不用回来了 没收身份证 我在街头抗议被警察抬过 也被学校开过校园安定会议 我都不怕 对怎么会 台湾怎么变这样 我们是北韩的 当初我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里面 就是觉得说任何限制 人民的言论自由 移动的自由的事情都绝对不应该做嘛 你一个对自己国家有信心的国家 民主自由的国家 怎么会害怕我们去 你认为不民主的地方呢 这就我觉得太可笑了 那我刚把刚刚那个初选讲完 我觉得这次的初选 民进党面临了两大 出卖自己原来灵魂的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民进党这么注重民主 党内初选从来没有说比赛到一半的改变制度 他这是为了蔡英勇改变的这样的做法 像董哥刚刚讲的改变那么多次 他出卖自己的民主的灵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民主政府党为什么能够打到今天 很多地方 虽然他资源少打赢国民党 因为他这个初选制度里面的精神就是 谁最强谁就出来 所以蔡英文你要看你们自己党的历史 虽然你进入民进党历史不长 但是要看看历史 民主政府党 现任的县市长有没有被挑战过 有被挑战过 然后挑战的如果赢了出来 最强的出来打仗 所以民进党这样能够 打仗的时候能够披荆斬斬将对不对 也能过来这是原因之一 今天各位想想看 我看法跟在座即位一样 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 他本来 赖清德跟蔡英文他不觉得谁都一样 对不对他 比较中间或是比较浅然嘛 他现在有点同情赖清德 有这种人 再来站在立委的选举的私心 他表面上不得不支持蔡英文对不对 他内心想说如果赖清德出现 又找一个很强的副总统候选人 来整个打大选的时候 对我有利 会怎么样 可不可以想想看 所以小平兄 民进党的出选是这样子 他当然要走极毒 要反中 然后他觉得这样有助于凝固 他的选民 那海峡论坛 中央的不准去 地方的不乐见你去 人民跟人民团体 警告你别去 然后台湾也不准办 我们走回戒严了吗 走回戒严了 而且是绿色戒严 不是蒋介石当时的戒严 他这个做只是小差一点 其实我更忧心的预测 为什么换中选会主委 就是费伟他们那边打架 都无效 我们人比较少 打不过人家 因为你谁说一定有选举 谁说一定要办选举 我举例 随时会被没收 对 那怎么没收 老共一定要节制 他像朱镕基几次 文攻武后 都造成李登辉 跟绿色的系统得力 对吧 所以举例说 他飞机再绕过中线 对 那再过来一点 那那个时候 蔡英文如果提名 已经提名了 那比较接近的时候 那空军下令 可不可以把他挤落 那结果老公会不会反击 那会不会停止选举 果然进入内乱的状态 谁说不行 蔡英文什么不敢做啊 可是那小平兄 让我就请教啦 北京很节制 对不对 那我是蔡英文 他们是挑衅啊 你这么节制 我走过去 我扒你一巴掌 好你节制 对 我扒你两巴掌 看怎么办 你继续节制 我只要踹你啊 蔡英文一定会弄到 是 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不对不对 甚至现在有一些人在担心 美国今年就是一定要弄到 台海发生内战争的状况 所以他甚至会不惜 支持蔡英文 走一个类似台独的路线 然后就几乎要台独了 那怎么办 德国的船开来开去 你以为是开假的 那都是铺陈跟有意涵嘛 今天是全世界 所谓的西方国家 是特你G2没长大 我先灭掉你 而中国大陆的最大软热 是不是台湾问题 那我不从这边做文章 你看到初选的时候 他民调输一倍 开始输赖心得 那做到不要脸的 做手机也弄进那些改规 就作弊啊搞 他就是不让赖心 他就是要选 那今天党内啊 党内他也比较难控制 还有很多派系 他是总统 如必食指国家机器 苏仁昌在当院长 我认为停止挑 挑衅他从拉台 那变朝天交 我拉到你 习近平受不了 我只能忍不住动物 那我再更反击 他一定会造成台海的冲突 那美国的势力介入 美国势力介入 老共就一定抓狂 因为抓狂才有停止选举的机会 因为老共不抓狂 习近平会下台 军头会受不了 所以台海太可怕 我就是非常忧心的预测 所以那个不是 不是北京可以控制 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挑衅者是 蔡英文 加上美国 美国进来 军方就抓狂 军方抓狂 不是习近平可以控制的 对然后 如果北京没有抓狂 如果北京没有行动 那美国跟蔡英文 再继续再往前 再惹你 弄到你不得不抓狂为止 是不是这样 因为发球权在美国跟蔡英文 不要脸的是他们 我猜蔡英文 什么手段都会用 打个广告 看看我的脸书 今天我的脸书 揭发一件什么事 蔡英文动用财政部 经济部 卫福部的预算 在打他的初选 财政部的脸书 官网 我们报税季节都过了 大肆吹嘘 报税到五月底 今天是六月七号 大家是用财政部的官网 说蔡英文如何帮大家解税 拍马屁吧 拍马屁 拍得很厉害吧 对 而且很低级 经济部 经济部长出来说 蔡英文做了 替国家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 现在在初选 民进党是初选 卫福部也是如此 详型的 详型打网 看看我的脸书 我叫废宏 开个玩笑 但是这个我想 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它点出来 你看看 公务人员应该要行政中立 初选在选办法里面 初选也是选办法所规范的 你行政单位那么不公正 那么不公正 动用各个部会的官网 拿人民的纳税钱 帮你蔡英文在初选的浮选 个人崇拜 你刚才节目一开始 你说 现在用中选会 要把公投 大学要脱钩 小平刚才讲的是 如果说明年 1月11号选前 他发现他的状况会输 你认为他不会去搞各种花样吗 他现在初选 我刚才讲 已经在搞 脸书上在搞花样了 已经对中选 中选会已经对公投 开始搞花样了 明年来到真的不会搞花样 我们很担心 举例子 搞到两岸起了冲突 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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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选举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稳定 然后他出来开个国际记者会 巩固领导中心 对 然后巩固 然后美国AIT就发表声明说 我们支持蔡英文总统 在台海动荡的时机 最安全的一个举措 我台词都写好了 我讲这个虽然是采测 可是我今天脸书揭发这样的事情 谁敢动用国家政府的资源 大剌剌的帮你去做初选的竞选 中选会 这个李静勇第一天上任了 就说我要修改选霸法 把公投 把公道法要去修改 我是觉得蔡英文 你看他嘴巴上叫民主进行部长 要搞民主 他现在都在搞民主退后的事情 我要呼吁说全国的老百姓 蔡英文变了 他脑袋里只有两个字叫权力 进广告 你只准查出事的 出事以前的不准查 那请问是谁下的这个指示 好 除了谁下了这个指示以外 谁在推卸责任 因为这两大案 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民进党非要崩盘不可啊 今天是端午节 就是我们跟我们亲爱的家人 我们所爱的人相聚 一起吃粽子的时候 刚刚费委员讲说 蔡英文脑子里面 只有两个字权力 我的脑子里面 只有两个字叫粽子 可是有很多人 今天没有办法 跟他的家人相聚 他的家人永远回不来了 普悠玛事件 在去年的时候发生 2018年10月21日发生 然后到现在 终于调查报告出来 结果呢 检察官起诉了 包括司机 以及其他两个人 都是最基层的人 所有在那个LINE的群组里面 那些台铁的高官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事 这样子可以吗 家人没有办法回家 跟他团聚的 懂家的人这样说 为什么这个检察官 只起诉了三位基层人员 普悠玛进来的时候 原先的验收者 不敢验收 离开 可是 下一个来接的这个人 居然能够验收过班 这个验收者难道没有责任吗 就只有这三位 这班车就这三位有责任吗 普悠玛的事件 非常非常的离谱 离谱的一开始 就是普悠玛号 我们买的时候 竟然验收 就没有ATP 远端监视系统的连线 竟然这样可以 事故的列车超速行驶 在限速的两倍 140公里的时速 这样高速行驶 然后过弯 他当然就一定会翻车 然后 油性司机员 他为什么会去关闭ATP呢 而且超高速行驶呢 他有怎么样的一种不得已 我们都听到那个录音带 他是怎么样 手忙脚乱 一直要去修理这个车子 验收的时候 为什么一开始可以 本来这个普悠玛的设计 就是配套就是要远端监视 我就是要能够看到你的车子 那为什么验收的时候 竟然会没有验收到这个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 是两个人 是系统性的 你问我 我会跟你讲 以我的社会经验 那个如果不是上面交代 你就是验收 就不要验收这个 哪有人说你没有发现 他也没发现 大家都没发现 大家都白痴吗 请问一下 有花兄 这个检察官可以这样搞吗 就是直起诉 直起诉最基层的人 最可怜的人 其他人都无所谓 好 那普悠玛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那我现在拿两个案子 我拿两个案子 做那个比喻 一个是普悠玛 一个是庆夫案 庆夫案发生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 只准查 贷款出去的方向 那至于怎么贷款的 不准查 好 不准查 秦智首长 他跟我讲 就是说 我们查查案子 应该讲 你像高营怎么的决策 你的担保品 那个是什么 那些通通不准查 那些不准查 但是那你贷款出去的 连贷 那你给我查 那请问 那你连贷中间的 整个过程当中 你要不要查 这个是庆夫案 庆夫案完了 那普悠玛 也是这种状况 你只准查出事的 出事以前的 不准查 那请问 是谁下的这个指示 好 除了谁下了这个指示以外 谁在推卸责任 因为这两大案 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民进党非要崩盘不可 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嫩情 曲曲折折的 如果说他真正 你起诉了吴洪某等人的话 这个案子一旦扩大 请问选情 对谁不利吗 对民进党不利吗 所以就包含这个庆夫案跟这个普悠玛 他这个两个案子 我就看了个半天 都是查出事的部分 那至于说促成出事的部分 他不查 因为一旦查下去的话 那请问陈局有没有责任 吴洪某有没有责任 我们不要讲那个铁路局讲 几任交通部长有没有责任 他知道这样子一查 对他选情不利 所以就用拒见法 那这种拒见法最好的方式 查出事的部分 都是基层人员 那至于说 我如何连带出去 我进入总统府 那我跟谁谈 谈完这笔钱如何出去 或者是说谁下令 是谁下令 你远端监控系统等 那个通话系统等 这些都不必验收 所以这个中间有太多太多的内情 而这个内情一旦公布的话 对蔡英文的选情不利 这也就是民进党 今天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检察官都已经承认了 因为当时在那个 LINE的群组里面 有那么多高官 台铁的高级官员 都知道那个事情 然后他们没有任何动作 可是检察官又说 他们没有动作也没有关系 所以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普悠马出了事情 台铁说 其实4月底已经发函 给日本驻友商社 跟日本车辆公司来就责 那日方他会怎么回答 他当然说不干我的事 是你台铁局保养不确实 我没错 所以日方说我没错 这件国际瞩目的出轨事件 日方说我没错 是你台湾自己的错 交通部长林家龙 这个失败者联盟呢 他说普悠马发生事故的时候 日商也承认维修手册有问题 然后现在说我不用负责 但还是会寻法律途径去进行诉讼 所以普悠马到最后就是可怜的司机 我们都听到当时他 你叫我去看这个我也没办法 出了事情我又要 就要把头伸出去车厢 然后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情 怎么办呢 我尝试回忆一下去年 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大家公开的群企来批判他 就发生事情之后第三天 他跑去做普悠马 还比这个OK没问题了 记不记得那个人叫谁 那个叫赖清德 所以当时的行政院长 所以当时我们就骂他 你事情都没有调查水落石出 你怎么可以说 接着下来普悠马全部是安全无虑呢 吵了快一个礼拜 后来临时决定采用双驾驶 那到现在为止 其实按照工会的讲法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双驾驶 因为他根本调配不过来 人手不够 所以目前的情况还在未定之天 再来第二个事情 记不记得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铁路局的局长 陆杰森的报告里面 就把责任全部推给邮政中 对那个驾驶员 那个驾驶员 结果呢 我们就大家要群起工资 可是我请问各位朋友 到了今天检察官起诉结果 还是推给机程啊 还能推给驾驶人啊 最多只多了一个 邮哥你刚刚所讲的 他就多了一个 有追到前面去 就是你ATP当时的 远端监视系统的验收 他认为那个副总工程师有责任 他到这个地方 你觉得可能只是副总工 当然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在行政机关 我们都在行政机关担任过政务官 我很清楚 公务人员责任有分为几种 第一个行政责任 第二个刑事责任 第三个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里面 基本上 基本上 如果这件事情的话 刑事责任有的话 不可能只有刑事责任 然后其他的刑事责任 跟法律责任 你都可以避免 我认为今天人民关天 出这么大的人命 你居然把所有的责任的刑事责任 都在这基层的三个员工当中 我请问 所以你看看今天 那个台铁工会他们的讲法 他们是非常为他们抱不平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事情 当时我们就讲说 应该跟日本马上提起球场 证明说我们台铁 我们也是受害者 可是当时我记得 一直从去年十月一直拖延 都没有做任何结果 只是台铁写一封信 没有提出球场 那林佳隆部长还心思淡淡的说 他们自己承认维修手册有问题 那如果承认维修手册 记载记录有问题 你就可以马上提起诉讼 不管打国际官司或先打仲裁 你都可以 那我听铁路局的同仁讲 就说交通部的立场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我去向你表达 向日本表达这样的立场 二方面我就说我有采取立场了 那其实碰到日本就软了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车厢 今天这个技术是来自于中国高铁的话 那你完了 那你完了 你完蛋了 我马上打国立官诉讼 我控诉中国人 践踏台湾人命 人命关天 对 就是这个台词 因为你今天是日本人 我蔡英文碰到日本 我就归缩了 我钓鱼台群岛 我都让给你日本了嘛 我什么东西都让给你 我驻大使 谢唐廷都转换成来 帮助你日本的大使了 我还要怎么样呢 所以很显然的 林佳龙碰到日本 就矮了半截 所以这件事情可想而知 所以这整个事情 讲起来的话 我觉得在整个政治的责任当中 民进党根本没有 做一个公平的一个处理 然后在法律的责任当中 又全部推卸 给这基层的这几个人 我觉得人心难平 我是赞成我们民间的一些 律师团体 应该帮这三个人打诉讼 或者台铁公会 应该帮这三个人打诉讼 所以尤其这个司机员 我觉得他很可怜 他公开去跪在那个家属的 灵堂里面去道歉 但是看到悲哀的是他一辈子 他一生不能再开铁路了 的车子了 但是我们要问 这些高官呢 尤其是群组里面 当时我们是赖的群组 全部都有嘛 第一时间同时知道 他手忙脚忙在踩车 没有任何一个高官 用群组赖去指示说 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行政疏失 就有行政责任跟法律责任 没有远端的监视系统 然后你没有双驾驶 你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帮助那个可怜的司机 然后这个车子是故障的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尝试尽了所有的能力 要排除故障 他就一个人没有办法 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多条人命 谁来赔 当然不能找日本人赔 因为日本是上大人 他最有名的案件就是 他在侦察庭里面 教训马银酒 在法庭里面教训马银酒 识问马银酒 然后唱作居家你知道吗 好会演 很会演 然后演了以后 大家大为惊艳 你知道他在 他在新闻界 某些绿色的媒体里面 抽号叫什么 叫检方林志玲 在台湾人命到底值不值钱 普悠玛 这么严重的事情 200多个人伤 18死震撼了 整个台湾社会 制造那么多的痛苦 然后现在最后 三个最基层的人出来扛 检察官就这样定调了 那可是你事实没有办法遮掩 为什么会司机出了那个状况 没有人理他 那个是人的部分 可是整个的机器 这个车子 远端监视系统 从交车的时候 就没有连线 然后后来整个的状况 都没有人管 现在就这样 无所谓 10月21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这个检察官查得很辛苦 但他最厉害就是第一个时间 他就告诉我们 依照目前的机阵显示 没有机械故障的问题 他还没有开始查 他就说了 对啊 和车子本身没有关系 没有机械故障问题 所以是司机员的问题 司机员的问题是什么 检察官第一个时间 他说 第一个礼拜 列车时间超 列车的速度超过80 所以还在高速的时候过弯 所以他已经有定案了 所以他果然 他的起诉书里面也是写 事故列车超速已近两倍的 高速行驶 而且还过弯 是 但是这是现在的起诉书 我刚讲的是第一个时间 他到现场就知道了 很厉害 他还没开始调查 他叫江真义 他是司法官42期的 他最有名的案件就是 他在侦察庭里面 教训马英九 在法庭里面教训马英九 时问马英九 然后唱作居家你知道吗 好会演 很会演 然后演了以后 哇大家大为惊艳 你知道他在 他在新闻界某些绿色的媒体里面 抽号叫什么 叫简方林志玲 你知道这 我中了吃太多了 有点想吐了 是啊 我不骗你 就是这样 你如果打简方林志玲 出来就是他的照片 跟日本人很有意义 对啊 所以就说一定要把很多东西会表演 然后很多该遮掩的就要遮掩 全部都遮掩了 都遮掩了 三个基层的有事 所有高层的没事 全部都保护了 那你保护高层呢 也就保护了民进党 因为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事情啊 可是司机言说我明明有通知啊 他的起诉书里面怎么写 起诉书里面写说 台铁秦祖祖内 一级主管 知情知悉 但是又难以认定他们真的确实知情 所以他讲这个检察官 他的起诉书写的是人话吗